中裁庭 它沒有權限判定領土爭端 因為這個中裁庭是依據海洋法公約附件期所組建的 那這個組建 這個這樣所組建出來的中裁庭 它能夠審理的爭端是海洋法公約的解釋或適用的爭端 那海洋法公約根本不規定領土主權的取得 所以領土爭端根本就是仲裁庭它不能夠碰觸的問題 海域化解爭端是海洋法公約的解釋或適用的爭端 可是中國政府在2006年已經依據公約的條文 公約自己有的條文 讓締約方可以依據那個條文去排除海域化解爭端 被這個仲裁庭所解決 所以中國政府在2006年已經做了這個動作 所以換言之仲裁庭它對於海域化解爭端的管轄權 早就被剝奪掉了 菲律賓所提的訴訟的仲裁實際上是牽涉到領土跟海域化解爭端 那這領土海域化解爭端是中方認定 就是菲律賓所提的是領土海域化解爭端 但是這兩個爭端是仲裁庭沒有權利來解決的 在這領土海域化解爭端的方法